技術 尼利 當初一開始是因為 一開始喜歡待在家 自己拆車自己玩車 然後當初早期 就是對於這件事情就覺得很有興趣 那時候就是都自己用 因為給別人用不好 然後用完之後發現說 尾市這台車子是充滿了歷史 然後就覺得你可以從它的基建構造 可以看出它的端倪 你會覺得其實它是一個當代的文物 可以去了解當下 它其實當初的工業設計 還有一些當初的工業加工的部分 會覺得對它還蠻有興趣的這樣 為什麼會有老車庫這個名字 是因為早期在家裡是一個很小小的 還蠻破舊的一個車庫 然後從那邊開始 然後在那邊用 用完就是後來 越來越多的客人介紹這樣子 介紹到就開店了 就基本上是這樣子 我希望用我自己的能力 然後就是希望說可以幫助更多客人以及車友 有太多完尾四排的人 就是很多都是老師傅 老師傅都退休了 所以後期變成說 也都沒有新的人在修這個老車 然後那時候就是發現說 其實它有一個族群人家在玩 然後只是都找不到人家維修 修也修不是可能沒有很好 就是沒有辦法把它精緻化 然後我是希望說可以把這件事情 把它變成是一個精緻化 一個精緻化的概念 一開始玩的時候其實遇到很多問題 因為那時候就覺得說 第一 畢竟我們是年輕一輩 這台車子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也都還沒出生 後來去玩它的時候 你一定是從中間去介入 所以你根本無從得知這台車子到底怎麼做 所以都是從中自己摸索 早期可能老賽那一輩的就會覺得說 就是他吃飯的東西 他也不願意跟你說 我自己覺得就是 別人可以我一定可以 別人做得到我一定會做得到 情能補足 當初最主要就是一個挑戰心態 最主要是從一個挑戰心態而開始 我之前的老闆 他是他鼓勵我創業 然後是我老婆支持我創業 我上一份工作是汽修 我做汽車變速箱 是我老闆希望說 我如果可以自己出來開的話 會有更不錯的發展 因為我從來沒有遇過老一個老闆 他是願意放人讓你出去 能遇到這樣子的老闆 我真的覺得不容易 其實我覺得最難的是 當初我不懂這台車子的時候 我覺得遇到最大的問題是 東西該換都換了 可是它不會好 反正就是車子上的問題 然後那時候就是開始找國外的網站 然後因為從小就不讀書 然後原文我也看不懂 然後當初在弄這一塊的時候 最主要是還是從國外網站去得知 也因為這樣子而開始看英文 就是你會覺得 當你有興趣一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任何困難 其實都會自己找方法去把它克服掉 其實這就是有沒有心 去想做這一件事